安装 S2 Bot for Squatch 应用程式 接下来呢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呢 在 Chrome OS 上面呢 使用 PicoBo 在使用 PicoBo 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安装一个中介程式 能够将电脑读取到 PicoBo 的数值 传到 Squatch 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教各位同学安装的步骤 首先呢 各位同学请到你的左手边开始的地方 选择所有应用程式 好 在这里呢 请各位同学到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好 打开之后呢 各位同学在搜寻列上输入 PicoBo 好 输入之后呢 按下这个 Enter 键 在这里呢 各位同学呢 就会看到会出现一个应用程式 叫做 S2 Bot for Squatch 好 在这边的话 各位同学呢 就选择加入 Chrome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它会问你是否要新增应用程式 那请各位同学点选新增应用程式 好 那之后呢 就完成安装 好 那嘛 我的部分 好 那种完碗 好 那半碗 好 那个飒猫 好 那个飒猫